經過冷氣船雨水的加持,新一鄉烏松輪持歸梅園的梅花已經盛開近四五成 有的樹種甚至已經花開超過六成 加上山區霧氣籠罩,更襯托出梅花以及梅園的梅感 我們這邊是新一鄉烏松輪賞梅區 然後因為我們這邊山市比較高 梅花目前大概開個五成左右 但是因為梅子的種類有分就是早中晚期 所以這個梅花可以依序可以到春節之前都還有梅花可以欣賞 歡迎要賞梅踏青的朋友 就是選擇個時間來我們這個烏松輪賞梅區賞梅 在令梅隆也表示烏松輪地勢較高 目前梅花已經開了,預計會依序開到春節前夕 第六次上來看梅花 然後可是是我第一次來實歸梅園 然後他們的老闆娘的手藝非常好 特別要推薦的是她的梅枝 她的梅枝真的超好喝的 然後因為我都是一月份上來 可是很多梅花都打掉了 然後今年我特別是聖誕節過後 也是2019年最後一天上來 還大概開了五成吧 梅花還很多都很漂亮 有空的話大家都可以上來看看 梅花真的很漂亮 新一的梅花太美了 新議員蕭志全表示 新一鄉烏松輪地區梅花已經漸漸盛開 也可以看見滿山的梅花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保护時間前來新一鄉賞花吃美食 今年的這個梅花季也比較慢 在新一鄉的我們的烏松輪 目前在我們石龜民宿這邊 梅園這裡有將近有六成的梅花開得很漂亮 在此來歡迎我們全省的好朋友 只要來到新一鄉 如果要到賞梅的秘境 記得到烏松輪的石龜梅園 這裡有滿山片野的梅花 綻放 相當的白茫茫的 相當的漂亮 歡迎大家過來欣賞 新一鄉烏松輪地區的梅花已經漸漸盛開 而梅花的花期相當短 蕭志全議員也歡迎喜愛梅花的民眾 要把握集會前來賞花 記者邱平利新一采訪報導